我刚有0跟1,0的话是完全比对,1的话是找接近,所以如果说像刚刚这个练习 假如说我们切到刚刚这个lookout,V乱数 如果说我今天假如 这个地方如果我今天呢 假如 这边把它改成什么 假如用0的话,你会发现 我这个地方当然这边都有啦,所以如果我今天输入像刚刚一样009的话 Enter 你会发现他会跳出什么呢 这个错误告诉你 那其实在那个Excel里面只要是紧开头的啦 就是表示说有错误,那错误的讯息后面会告诉你一个简称 N的话是Not A的话是Available 就是找不到,Not Available,就是找不到律师啦 所以在Excel里面很多的紧开头就是表示错误,意思是说找不到这个这个资料 所以你会发现把它取消恢复 那假如说我今天呢,这个后面的词 刚刚 V乱函数呢,如果我不用1的话 不用0的话,我用1的话 1的话是找接近的 0的话是严格一定要 所以如果你把它改成1的话 假设这边全部改成1 那 同样的 同样的动作再做过一遍的话,那你会发现 如果用1 他就会比较宽松,意思是说什么 如果找不到009 他会自动帮你把008 的资料带过来,比如说我这边001 OK一定有啦,可是我009 刚刚输009,假设我那个VLINE最后那个参数是0,他会出现仅 NA,那如果说我改成1的话,是找接近的 Enter,你会发现 他这个地方虽然说呢 他一样会跳出那个不正确的值 但是他还是会帮你带出来资料 不过带出来资料呢,是008的资料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最大的差别就是 那个最后那个数字 一个是完全比对,一个是早接近的 这个两者之间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OK好,那 这边 刚刚还有一个index index,另外的话呢,请各位 再试着把那个 index这个再拖拉过来 请你把它改成另外一个 其实一般查询也会蛮常用到的 叫什么 indirect 这个函数 那indirect函数的话呢 你把Enter 假设我今天从这边 在做另外一个练习 如果我把它delete掉 假设我今天呢 要的 是 不用前面这几个 而希望 用另外一个函数 但是逻辑都一样 不过是用这个index这个函数 这个 这个函数的话 其实 他按确定之后你会发现 他基本上的只有两个参数 看起来比较简单 但实际上也蛮单纯的 其实 你只需要给他 这个a1 你不要动他 a1指的是固定就这个位置 你不要变化 主要是这个叫做REF REF 就是REF 参照的文字 那所谓的参照文字 意思说 如果我今天要抓的位置 是哪一个呢 比如003 对吧 那我如果要抓到的应该是姓名这个 那这个储存格 一般我们 如果要叫这个储存格呢 我们通常会叫什么 B 5 所以你这边的话可以填上什么 B5 然后呢不过最大差异是因为他是文字 所以你前后的 要加双引号 如果没有加双引号会产生错误 OK所以这边的话呢假设我今天希望把B5抓过来 他后面那会显示啦 吴丹亚这个人 不过 如果你按确定了他还是会出现错误为什么 因为我刚提到的 他这个地方 他不像说像if函数啊如果你离开他会自动帮你加双引号 但这个地方不会 这个地方你一定要自己加如果你没有加的话 但他就会产生错误 吴丹亚过来了 不过问题啦 现在当然向下拉拉他不会变动 有没有为什么因为 理论上这个 B 5 有没有 5这个数字怎么来的 我们应该给他一个变 理论上应该怎么 你可以利用什么 上面的编号 他有个规则吗 如果我要抓那个002的话 那一样一定是B栏的 没错 可是后面这个数字的话应该是 是根据这个编号 那因为上面有两个栏位 所以其实怎么样把这个数字后面再加上 2 不就是再把它串接起来不就OK了吗 所以呢如果说我今天呢希望 假设让他假设我向下 换一个 位置然后他也能够 帮我全部抓到我要的的话你可以串接AND 上面的 编号 OK 那你会发现这个地方会出现什么 002 B00 没有这个东西 那 如果你把它加了2之后 你会发现 本来刚刚是什么 B002 没有 那因为他加了2之后 加了2之后呢他会把前面这个002 因为有经过运出来 他会自动 这个Excel会自动帮你把文字 先转成数字 跟后面的加了 加了之后的话呢 那因为前面有个AND符号 所以他加完之后又会帮你把 刚刚那个 那个 4 帮你再变成什么本来是 加完之后变4 那因为前面有个AND符号所以他会 再帮你加上双一号 变文字之后 再帮你跟B串在一起所以串完之后有没有 就变B4了 我们按确定 那你会看到 有没有 昌弦雅就出来了 那上面如果变动的话如果是 换成001 有没有吴博位出来了 因为他自动会去跳 但是问题来了 这个地方 那下一个应该是 这个是B没错了 可是问题下一个是 应该是 C 下一个变D 再E 可是有什么方法 这个问题啊 就是有什么方式呢 可以自动帮我把它变成 下一栏变成 下一列变成C 再下一列变D E 所以BCDE 当然比较笨的方法 你这把 复制有没有 然后呢 一样把贴上 当然这个这个是比较不是那么聪明 这边改成C嘛 对不对打勾 可不可以 也是会出来 这边再把 把它改成 C B BCD 打勾 也是一样可以把最后的结果都做完 只是说呢 你想说 老师那刚刚你不是有向下填满吗 那这个地方有没有办法自动帮我产生 B BCDE OK 请各位先试一下 这个地方 Indirect函数 那这个是 我想 是属于比较 不那么常用 但是呢 未来如果你只要牵涉到查询资料的话 这几个函数 用到的机会都很高 那如果你 不会用这些函数 其实 图卡列号还是可以做出来 只是说你会浪费很多时间 那请各位先试着把lookup Viva函数跟index Indirect函数先试试看 那刚刚讲到 Indirect函数 那这边可能会有一个可能需要克服的 就是 如何当我向下填满的时候 自动帮我产生 BCDE 自动产生出来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达到 做好一个公式向下填满 全部 的栏位 就会自动产生 这个我想各位也想想看 不过这边可能会牵涉到一个问题 就是内码的问题 如何自动抓出那个 BCDE 这些字母 那这些字母的话呢基本上 他都会在内码里面 的某个位置 而且是连续的 那其实我们只要 解决要解决BCDE要产生的 这个问题的话你可能要 可能要需要延伸出去先了解一下什么 如何取得有没有函数 可以取得 ECEL里面的内码 OK 其实里面有了 插入函数里面 文字函数里面有一个是 他 只要你给一个数字 他会自动帮你抓出内码出来 那这个当然 我想各位先试一下 Indirect函数 我先试一下 就是 是 也有 我先试一下 不是 我先试一下 我先试一下